大家好,今天我们是教词类、实词和虚词 大家都知道词语有动词、名词、形容词、呼词、素词、量词、念词、座词、感叹词等分别 但总的来说,这些词语可归为两大律 大家知不知道归为哪两大律呢? 就是实词和虚词 什么是实词呢?你们举不举例子呢? 实词是表示实在的意思 例如 山、水、花、鸟 今日、东南、品德、圣甲 这些都是名词 有实在的意思 都是实词 其中秉德性格虽然较为抽象 但都有实在的意思 我们可以 以为这些词语下定义 所以都属于实词的 有例如 有例如 睡、毒、怀念、出现、消失 这些都是动词 有实在的意义 都是实词 有例如 小、美丽、形容词 一、二、三、素词 过、见、之、量、词 你、我、他、谁、代、词 以上这些词语的语法上例项 都是表示实在的意义 所以都属于实词 总括语言 凭是属于微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都均属于实词的 什么是虚词呢 可不可以举例子呢 虚词与实词相对 它不具有实在的意义 一般依负于实词才能表示意思的 有例如 醉忽然、怨言、必然、扶持 自从根据把、向、戒、词 于是、拼者虽然、但是、连词 的、着、呢、妈、座、词、哈、哦、埃、亨 以上这些词语的语法上例项 都不代表实在的意义 所以都属于虚词 总括语言 凡是属于负词、戒词、连词、座语词 黯碳词、温属于虚词 实词和虚词的另一个分别 是实词可单独充当句子的成分 有例如 它所念你 句中包括了那几类词呢 句中就是包括名词 他、你、我等词 想念 虚词和实词不同 它不能单独成为句子的成分 有例如 但是自从吗 于是着白如果 这两句都不可以成为句子 虚词的作用是在于实词的基础上 附加一些意思 例如上面所举的 我想念你一句 我们可以加上虚词 附加一些新的意思 他想念着你 加着坐词着字 表示正在进行的情况 而他想念你吗 加上语气词的吗 表示疑问 现在大家是不是知道实词和虚词的分别呢 以后的教学短片 我们会进一步学习 不同的词语的语法功能 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些练习吧 1.哪些词类属于实词 哪些词类属于虚词 2.指出下列 词语属于实词还是虚词 3.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